同石油一样 稀土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化工原料 一直有工业黄金之称 优良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 不仅可以和其他材料组成性能各异 品种繁多的新型材料 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其他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被各国广泛应用到坦克 战机 导弹等产品的制造中去 创造许多具备不同战术性能的复合材料 甚至于美国也把冷战后几次局部战争取得的压倒性胜利 归结到对稀土科技领域技术的领先之上 以至于把许多军事强国上升到国家战略储备资源的等级 作为全球稀土储量的首位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提供全部17种稀土金属的国家 还占据着全球63.2%稀土出口量 进入新世纪之后 中国稀土出口工业通过不断完善的开采提取加工技术 一举击败拥有世界13%储量的美国蒙亭帕斯矿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口国 直到中国意识到稀土金属的重要性逐渐转变发展策略 开始限制稀土出口后 美国又重启已经倒闭的蒙亭帕斯矿 作为世界第一军事经济大国 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同样离不开关键原材料稀土 导致美国严重依赖具备完全稀土供应链的中国 否则包括手机电池甚至战斗机等军用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近几年国际局势愈发紧张 作为曾经的最大稀土生产国 对全球霸权蠢蠢欲动的美国 有意摆脱对中国稀土生产链的依赖 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完整稀土生产链 然而事实根本不像美国议员说的那样简单 中国稀土金属加工制造领域 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发展时期 直到徐光线提出新的稀土分离方法 串集萃取理论才彻底改变中国稀土建卖的局面 美国要想重启稀土生产链 必然会经历中国过去层面临的投资问题高 回报率低 这对于人力成本极高的美国来讲十分不划算 因此中国开始对稀土资源管控之后 美国日本欧盟等稀土进口大国 联名将中国稀土配额出口制度 损害西方企业利益的名义 告到世界贸易组织 今年来随着中美贸易争端升级 忧心忡忡的美国 开始在国际范围寻找稀土开采伙伴 摆脱对中国稀土生产链的依赖 对美国的这一行为 俄罗斯军事专家的看法是 按照美国目前的进度 想要摆脱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 建立属于自己的完整稀土生产链 至少还需要15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